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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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这就是一种天国政治的概念 好 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 好 谢谢王老师 今天冯老师也在我们中间 那个冯老师要不要有点分享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为什么 这个一百年来中共一直敌视基督教 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命题了 我们就刚才从好多角度来谈 就现在也谈到教会 他的参政意志的意识的薄弱 其实我最近其实我有个感觉 我参加一下聚会 我发现很多的华人教会 都特别愿意给习近平祷告 给这个政治的两个人祷告 就你这样王仪也好 这些被抓的 他基本都不认识 他也不给你祷告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城市步道 王仪那时候刚被判 我就请我写了个 你也参与了吧 咱们几个写的吗 对不对 声援王仪吗 对吧 然后呢我让他们签名 一大群的中国牧师不签名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 这个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签名啊 这个王仪是什么弟兄啊 按声音来说 一个质地受苦 我们都受苦啊 对吧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不声援他呢 说你这正是行为 我祷告就行了 然后跟我说 你这我签了名呢 就我怎么回国呀 我说你说那你回国干嘛呀 回国宣教 我说你连弟兄在监狱里都不拯救他 你学什么教啊 你当然就开玩笑了 好朋友了啊 那我这一感觉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 这个牧师是台湾人 台湾人也更愿意为习近平祷告 台湾的牧师 还跟大陆牧师还不这样 大陆牧师像我们经过六四的人 那帮我们叫政治牧师 叫就叫了吧 对吧 那我们当然我们主要传福音 可是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我们这个 他那天我们早上灵修 然后他就 我们有几百人吧 他就说 让我们今天为习近平祷告 我们家有一个弟兄啊 就举手说 牧师不好意思 我现在我的弟兄坐牢呢 我不能为他祷告 他抓了很多弟兄在监狱里 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祷告 你看这祷告会就搞不下去了 然后那牧师就找我 哎你们的教会的弟兄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的家没心理祷告打断了 我说那你就祷告去 你为什么动员我们为他祷告呢 他说圣经说为执政者掌权者祷告啊 我说圣经也说 为让我们为执政者掌权者 指责他们的罪 让他们悔改的 先知的角色 让他们悔改 所以抓神的人女 他就该悔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每个人从角度不同 可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圣经的原则 我刚才说了 圣经绝不是让我们造法的一本书 是让我们爱这个灵魂 甚至爱罪人的一本书 但是圣经也让我们能够 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真理 能够坚持真理 甚至能活属真理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基督徒怎么样 再来平衡自己在外边 那我王牧师可能还没有这个帽子 我在海外我信主 二十多年了 服侍主要二十五年了 从我做牧师人就叫我民运牧师 我也背了这么多年 民运牧师的这个招牌 其实说实话很惨悔的 民运的朋友们都说 我这个信主以后就远离了他们 这个然后呢 这个教会的地方 怎么又觉得远离的不够 你怎么样 把我这个平衡 这个也很重要啊 好我们 王牧师今天也累了喝口水 我们让那个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两句 好不好 来 我们有点时间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呢 王牧师 我们Cuphouse上面还有几十位网友 查先生 查先生 Clubhouse有问题是吧 问谁谁回答呗 对吧 是是是 好的 有没有朋友有问题啊 有问题一下 两位故事吵架在这没有啊 没有让冯老师讲两句来 好 好 目前没有 好 冯老师先去 好的 不敢当了 这个是 张兄 鼎民了 我 说几句吧 就是 你们两位今天谈的 非常到位 从外面看进去 是确实是你们修的 这个非常高的位阶了 很很到位 很很很高深 所以我们不敢在这里这个 放什么解释 但是我有两个 两个小问题想想提出来请教 或者是进一步 看好的事 一个呢是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 王牧师 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 用的一个概念 就是 在我们 在学术界上就讲是 Essentialization的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人 而中国人的概念 就是中国人 自鬼来 中国人 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人的这个基督教观念 或者中国人的政治观念 我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这个中国人 就现代的中国人 已经经过这个欧风美雨 几十年 也就是一百多年的吹打 或者你如果 从是习光席 他们算席 那是几百年的吹打 这中国人本身已经 分化很大 我们对这个中共暴政 共产党人 他们的观念 跟中国人 普通中国人的差别 非常大 特别是现在 在一大批的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人性觉醒 宗教觉醒 已经跟他们在思想观念上 设底的分道扬镳 所以是用识之后 我想是 以前是一个习惯用语 我讲王牧师 心里面就很明白的 但是在习惯用语之后 就是为了让这个讨论更加深入 或者是更贴切 最好避开 讲这个用中国人的概念 就把中国人全部弄成一个集合石 使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这个 这之后是把一个部分中国人 或者是思想还没有 进步到这个现代意识的中国人 可能这样会更准确一些 这是一个我的一点想法 第二个想法呢 就是 你们两位都讲得很到位了 但是 说有时候该用政治话语之后 还是要用 就是我们比如讲 政府 讲国家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政府和国家 就是你跟他讲的国度 国体 做很集体的分输和定义时候 这之后会陷入一个 一个比较 麻烦的一个 一个景地 就是你讲 教会跟国家的关系 教徒跟国家的关系 以这里头 首先要把这个国家定位定下来 因为我们在中国人 现在在中国国内 他面对的是一个 集团主义党国 就是集团主义 他是要把这个别的信仰 包括基督教信仰 都纳入他的管控范围 他不是说他要神灯上帝的管教 而是他要把上帝也要管起来 就是他就把法律也管起来 党在法制上 党在神制上 党官一切 所以是面临的困境 是你要谈这个 从我们圣经里头 解读这个国家和宗教的关系 和教会关系之后 你如果不把这个国 这个集团主义这个性质 把它列出来 用那个圣经的语言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样的 一个集团主义国家 就会他有一些空间 那么现在是在中国这种 这种环境底下 他再也没有那种空间的 他要灭掉 所以这里头就是想讲的 一讲到这个国家定位 或者把它定性的时候 那个中国古代的王权 他是有心无力 他想控制宗教 他定位这个皇权 至高无上 但是在他还是按照政治分类上 他还是属于威权主义的一个政权 就是在这个个体 包括你的室友财产 包括你的精神信仰 包括你皇帝不下乡 你是有空间的 这个宗教 其他的教派是有一定空间的 跟现在的极权主义党国不可同时而已 还有我们还悟过的一个空间 就是我们有过38年的这个民国 就是你讲中国人他不是意义贯之贯下来 在这个民国时期 神经是用法律真正的意义上的宗教自由 当时是受法律保护的 所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讲 就是这个三支教会 他有一个背叛 这个背叛过程 他本身他是原来在民国时期 他受那种 主态思潮共产思潮的影响 走到那个邪道上去 到了以后 因为他一开始之后 他并不是国家办教会 在民国政府 他不是国家办他的 但是他后来共产党来以后 他就全部投降给这个 这个集团政权 来做政府的帮凶 所以他这个性质是 是这么一个性质 他是在一个集团秩序底下 做政府这个暴政的帮凶 所以这里头呢 就是跟这里回到 就是基督教的教徒 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 就是要把它看成是这个 政府暴政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教会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跟这个关系的梳理 就更加和理得顺当一些 所以我是一点点观察 先请教 对三字的刚才谈到 这个政府的帮凶 这个我们还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是想的三字是被迫的 但是刚才从冯老师讲 他三字起的作用是政府的帮凶 这个是跟我们的想法 原来不太一样 我记得原来赵天安牧师 也持有这个观点 加拿森赵 他讲到他用一个最通俗的话 就是三字叫回去大淫妇 这个当然他解释力 不是说解释是写是落的 但是他就是扮演一个淫妇的角色 那这个淫妇就是他不忠于一个丈夫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按照保罗的教会观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那这个心腹呢叫圣洁 整齐 装扮整齐 等候新郎的英取 这心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 这个干干净净 节节白白 圣洁无邪 那么这个三字教会呢 他现在就拜了这个政权 就拜了这个凯撒 那这个应该说 是不是个教会 我记得有次在一个讨论会上啊 很多三字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啊 参加美国的很多讨论 我记得我有次在讨论 红宇健牧师讲到三字教会是淫妇 那么这个这个三字来的这些牧师们 就就伙大了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 你作为一个海外的牧师民没有道理 我们也是很爱主的 我们三字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 这个应该是得救的 我们信的也不是政权 我们信的是耶稣 可是我们在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专制的这个国家里边 这也是个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呢 我当然我发言我是说三字是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背鲁的 背鲁的 因为刚才我们是讲到宗教局统战部 他们来管教会 当然这个背鲁的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背鲁的教会啊 那么三字是不是属于背鲁呢 被迫的呢 但是看到三字结的果子 我觉得耶稣所说的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这个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我们从果子就可以看树 看他这个根对不对 那三字 没错 共产党呢 他们的建立的教会 就是应该是以 这个是共产党是 是这个 他的元首 不是耶稣基督是元首 这首先我们看到的元首不同 这个第二个三字教会 讲的信息 我们今天这样讲信息 肯定在三字是不能讲的 对吧 不可能的啊 那么三字是不可以讲这样的信息的 他们这个 而且三字现在对共产党的妥协 妥协到一个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状况 打开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个 在教会的讲台上 讲中共的这个赞美中共 在教会的舞台上跳舞 这个赞美中共 这个所以圣经说 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神的 神的教会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 怎么说 这个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 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那个还要严重的时候 就像就是拜了皇帝 拜了偶像 这个拜了金钱 拜了利益 拜了淫乱 那么这个 这个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我们了解啊 三字教会本身就是共产党 当时为了消灭教会而建立的组织 他不是说为了让你去 而是为了通过三字教的管理 慢慢慢慢的教会消亡 因为快到共产主义了吗 消亡了 没有想到这个教会又作为大 所以啊 但是也有个矛盾 就很多三字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 他是糊涂的 那他就觉得教会就该远离政治 我们就应该不要碰政治 不要说政权不好 可是呢 三字教会又最政治化 你看他 他这个 所有的 他那个标语都是政治的 对不对 那领袖的像难道不是政治的吗 唱这个 这个赞美政权的歌曲 难道不是政治的吗 反而更政治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另外刚才冯老师说 界定 这个定义很重要 我们说的中国 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国呢 还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中国的这个宗教政策 是中华民国当时的宗教政策 还是共产党的 当然我认 我从 我对那个中国的飞机运动的时候 我看到中华民国那些 大 那些很有影响力的那些人 也是反基督教反的很厉害 包括周作人的 包括这个 一大批的民国的领袖 也是如此 就中国在骨子里边是反基督教的 当然共产党反基督教 不是从中国的骨子来的 它是从共产党 共产党主义的邪恶政权来的 反对基督教 王老师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点讨论吗 谢谢 我就特别想回应 方崇一 方老师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特别表示感谢 方崇一老师 在保守主义方面的一些研究 编辑 我也是时常的借鉴 确确实是我们中国人 需要真正的政治哲学 需要真正的摆脱那种 党派性的意识形态 但是真正的由这个 造就国家的政治哲学 哲学是知会的 所以冯老师也特别讲到 我和张牧师 其实是谈及很多尖锐的问题 我们不做任何回避 我们虽然不敢讲 非常到位的解答 但是我们总是想尽心尽心尽意 贪承不公的 来根据我们有限的学识和经验 来面对这些问题 听到冯老师这个 讲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人的问题 一个是国家的鉴定问题 我就想起我很多 在北大 在牛津 在江尔文的一些大学老师 他们总是讲 category 要范畴 第二个generalization generalization is generally wrong 所以说这个 不冲向不行 不总结不行 你冲向一总结就容易 难免是挂一漏万 但是无理漏何 我相信冯老师提的 我们基督徒在公共领域中 尤其是基督徒面对公共政治 我们该在什么领域中 就应当学习 用什么样的语言 包括政治的语言 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用 政治的语言也应当是 不管是基督徒 还是非基督徒 有些方面是以常识 common sense方面 我们能够共同实用 当然在关于中国人这个方面 经过了上百年的欧风 西雨 各种各样的吸力 甚至是鲜血的 不管是共产党的鲜血 还是共产党杀人的鲜血 六四的鲜血 包括到现在 民众抗议者还在流血 香港也在流血 台湾 台海发生战争 也随时会流血 不光是欧风吸力 人民的鲜血的吸力 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 还是海外的 不管是香港 台湾 还是欧美世界 作为地区 作为国家 作为民主 不管怎么样 这个觉悟 我相信是有一个 普遍性的提高 大家肯定是要宪政 不要专政 要民主 不要党主 要法治 不要什么 人治 这个方面已经形成 不管是我们怎么 接近中国人 甚至我们从人的角度而言 这已经成为全世界 普遍性的潮流和共识 当然我也特别赞成 像刚才张牧师讲到 冯老师也讲到 我们要把中国人 和共产党 适当的分离 中国人作为人 作为一个民族 我相信 人同 辞心 心同 辞理 我们还是 真正要建立 人民的 共和的国家 而不是党国 而不是一个 红色的 王朝 这些应当是我们 中国人的 共识 现在共产党 窃取政权 背叛革命 因为共产党在夺权的时候 他讲的也是建立 宪政法制 民主共和的 所以说他肯定是 已经背叛了革命 共产党是达着革命的旗号 其实如今已经 真正的背叛了革命 变成了党魁的政党 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党 面对了压迫中国人民 剥夺中国人民的 基本的人权 和政治权利的政党 这样的一个政党是一个 顽骨派的 这样的一个政党是为了既得利益 不许杀他20万 保他20年 这样的一个政党 我们必须区分 全是顽骨派 这个政党 这个口号是需要认罪悔改的 是不合乎中国人的人心的 是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的 也是不合乎中国人的追求的 是欺在中国人头上 作为作福的一个集权政府 我想这个方面的划分 基本上我想我们都能够打成共识 这个方面 当然关于政府了国家了 接下来7月4号 我还会讲到一个国体与政体 国体 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什么 那就是共产党 共产主义信仰 中华民国的国体是什么 三民主义 集权宪法 这个方面还是国体上完全不同的 那美国的国体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或者one nation under God 那这个美国的国家的国体 清教徒建国 还是与一般的世俗化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 当然讲到政体 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 这个君主制了 贵族制了 民主制了 这些方面我们也都能够有基本的划分 达成共识 我是特别赞同 冯老师 对于目前中国大陆 共产党政权 共产党的国家的界定 这是一个极权政府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它根本不是威权政府 它是从妇女的自公 一直管到这个坟墓的 就是上半天下管地 中间还要管空气 它没有不管的地方 这就是绝对的 只有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装备之下 只有在现代热兵器 高科技的装备之下 才能够打成这样的极权政府 在工业革命之前 在热兵器之前 中国人哪怕是打响搞极权 也是山高什么皇帝远 皇帝始终是管不到这个程度的 但是只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装备下 在热兵器 在现在工业革命 现在高科技的装备下 使得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 变成了一个难免说是绝后了 是空前的一个极权政府 空前的强大 空前的残暴 空前的具有 欺骗性 我相信这个方面的界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当讲到三次的时候 我要简短的回应一下 在1949年政权变色之前 自传自治自养 是一种相对健康的民族主义了 国家独立了 我们不要洋枪洋炮洋教 我们最起码搞中国人的中国话 这个是从民族感情来讲 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个基督界在中国 传播了上千年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做牧师吗 我们中文就不能够翻一个 赫赫不是圣经吗 我们中国人常识敬拜 就不能够有一些中国的特色吗 当然可以有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自传自治自养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1949年之后 这个所谓三次运动 就被共产党集权政权收买了 绑架了利用了 其实严格来讲既不是工具 也不是帮凶 是直接害人的 他们是直接有权利的 而且是国家直接赐给他们权利的 警察了 公安了 国安了 他们该动物的 从法律的角度讲 他们该动物的执法力量 暴力机器都在他们手中的 他们是官员的 我们不要把他们认为是宗教干部 他们首先不是宗教 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 他们首先是执法什么 人员的 但是我也讲到 三次组织和三次教会是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就不同 我在三次组织下的一些教会中 也有些是我的朋友 也有些是我的学生 甚至担任主任务士 这些方面我对他们也有很多的考察 也有很多的培训 但是这些方面呢 我就举一个地方 比如说温州 那温州很多所谓列在三次组织下的教会 其实他是内部自己选举牧师 他之所以登记 这是为了保护什么 教禅 而且他的牧师长老 他也办地下神学院 他是完完全全也是被打牙的 所以这些方面 我相信中国如此之大 制度如此复杂 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独特性 甚至像温州这个地方 有很多弟兄姊妹就给我们讲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关系 我们通过我们的影响 把我们真正爱主的人 送到三次组织去 让他们掌管权力 保护什么教会 这种方式也是有的 我不讲其他地方 至少我讲的我知道的 温州的地方 是有这个情况的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的 1949年之前的三次 和1949年之后的三次分开 我们要把三次 作为一个政府 直接管理基督教的组织 和三次组织之下 有一些被掳 勾且偷生 或者在体系内奋斗 征战 野兽打牙的人 适当什么 分开 我想这也是合乎历史和现实的 特别谢谢 冯牧师 给我们的一些鼓励 更是一些追问提醒 我想这些方面 非常非常值得 谢谢 好的 很好啊 这个王师刚才回应的非常好 这个有几个问题澄清 刚才我也听赞同他的观点 就是三次不是个教会 三次是个宗教组织 管宗教组织 他不能叫教会 应该是三次控制下的教会 那么这个 但是按照圣经说 两三人奉我的名去 和我在你们中间 这个就是教会了啊 那我想三次里边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那里去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但是呢 有一点啊 就是教会 如果向邪恶妥协 教会不断的妥协 最后会沦为邪恶政权的工具 或者他逼迫上帝儿女的 他那伙伴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我们 为三次弟兄姊妹啊 这个告诉他们就有这样的危险 那你比如说现在耶稣说 你们是世界的炎 你们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就是这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中走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一百周年 国内的教会不断的在网上传来 他们在赞美共产党的诗歌 在教会的舞台上跳 在教会的舞台上唱 这个确实这个使世人看到啊 这个这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就像那些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的佛教徒 肯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一样 所以怎么样的教会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做炎做光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这个光就是要荣耀上帝 为上帝发光 因为神就是光 我们信靠他的 我们带着他生命给我们的生命光 我们就向世界来显现 我们是一群与世界不一样的人 被分别出来的属于神的儿女 那我们当然我们不一定说 每个人都可以这个有这样的看见 亲自看见 当然我们有一个特别是道理 基督徒不应该敬拜人 基督徒不应该敬拜政权 基督徒不应该敬拜皇帝 基督徒只能敬拜耶稣基督 这个我们应该懂 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行公义 当然这个行公义怎么去做 行公义不一定说 非得我们找着这个政府 我们要坐牢 主动的坐牢 也不一定这样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会顺服这个邪恶的 我们也不能够让邪恶的势力蔓延的 我们也不能让大批的灵魂堕入地狱的 所以我们应该就会承担起这个应有的责任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怎么样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环境里边 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 这个让人们想到我们就想到说 是基督徒 好有一个人有问题啊 这个可以 张牧师我就提给冯老师提个问题了 也想冯老师学习的机会 不是一个挑战性的质疑 而是一个学习性的求教 刚才张牧师讲到这个教会也不要妥协 其实我是有一定的保留的 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 我在政法大学 在北京大学都是研究法政的 我知道这个 政治学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 当然妥协不是说不坚持原则了 出卖良心了 这些方面我和张牧师也有共识 所以我就想特别请 我读过一本书还转门讲到 中国人搞政治 你死我活 就是不会妥协 最后是与死瓦莫 同归于依 所以请特别请冯老师 从政治学的角度 给我们提醒提醒 到底这个涉及的基督徒与公共政治 这个妥协在中国文化 或者中国教会中 我们怎么认识 好吗 非常感谢 现在其实现代政治里头 特别在民主转型过程中 很详调这个政治和解这个概念 这个基督教的资源非常丰富了 因为应该是充分利用基督教的资源 其实大赦这个概念 跟基督教里头很有关系 就是里头对一些做过恶的人 包括做过恶的人 他们只要他们转变观念 转变思想 转变立场 他是被上帝接纳 就是他本身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背后一个价值理念在支撑 他们可以 还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他可以接受过来 所以这里头就是对 如果你从政治功利角度上讲 这种妥协甚至于后来的这个和解 他是净少转型主力 真正组成一个一个合力 就是民主力量的合力的一个 基本的路数 就中国这个民主运动 有时候如果讲 你走进那个史乎同 关门主义走极端 然后是把所有的中共党土 都看成敌基督 中共的这个党魁 你可以把它看成敌基督 他本身是一个 受一个邪灵的指引 来去跟这个基督教一个政教作对 但是在底下 这些迷途羔羊着很多的 这是这个党徒里头 所以这个妥协 他本身妥协也好 这个和解也好 他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 一个是说从终极关怀上 他是人 他是应该给他得救的机会 就是我们讲的 他的这个散毁 认罪 那就会解救 这是一个从终极利益 终极观念 终极这个价值观上的 那还有第二个绳面 就属于政治运作绳面的 就是属于一个战略绳面 这个是一个化解矛盾 然后让这个政权里头 很多人转变阵营归过来 其实所有神功的 这个政治病格 或者政治转型 都是在当政集团里头 争取了很多人转变过来 包括中华民国的禁令 如果没有这个立信派 没有封精大力的倒戈 你是一个是转成不成功 或者是你会血流成河 所以这个是政治妥协 它是一个 刚才你讲这个政治 它是属于有智慧的政治 从来不违避妥协 这个路子 我们谢谢 谢谢冯老师 谢谢志勇 其实在这个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妥协是最重要的一个民主政治的原则 对吧 但在信仰的角度上呢 有一个不同 就是你要如果对一个和你的信仰 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妥协 会不会导致到我们的灵魂被出卖 这个是一个问题是吧 所以这两个问题妥协 那比如说像 这个中共今天发展到今天 就是西方社会对中共的 不断的绥静和妥协嘛 那所以使中共今天成为 今天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 那基督徒呢 是不是也会妥协 妥协到我们 人家让我们去拜君王 我们就去拜 那这不叫妥协 我觉得这叫出卖灵魂 对吧 那对这个邪恶政权的妥协 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自我毁灭 我想到了福士德 最终他放弃了和魔鬼的妥协 和交易 他才获得了他灵魂的救赎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我们在操作的方法上可以妥协 但在信仰的根基上不能妥协 这是两个问题 那安娜已经告诉卡拉厚斯 已经接上了 他们现在下一个议题开始了 我们 我跟王牧师 我们就做完成任务了 那个 还有谢谢冯老师也参与 王牧师再讲两句 跟大家再讲两句 非常谢谢张牧师的主持 谢谢冯老师的教导 谢谢光传媒 真的是从基督徒 以公共政治的角度 我相信不光是追逃 追查反省 这个共产党上百年 获过扬名 同时也要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国家 指明一个转型的出路 也就是刚才冯老师讲的 有智慧的政治 有爱心的政治 使得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你作恶多端 也能够认罪什么 悔改 否则的话 我们把他逼得没有出路 他苟筋跳墙 那最后也是血流什么 成河 所以我想最后 如果我说一句话的话 真的是希望我们海外中国人 多多珍惜 上帝之下的自由 珍惜西方基督教里面的自由 我们也多多为中国大陆祷告 希望中国大陆 通过悔改 和解 甚至大赦天下 达成一种和平的转型 避免过往常常出现的那种 血流什么 成河 我想这是张牧师 冯老师 光传媒 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国灵魂 我们不要先讲政党 不要先讲国家 热爱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人的人本身的 一个人文主义 人道主义 我们当有的一个立场和追求 我就为此特别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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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